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是会杀人的色狼 如果他要把你绑走 你要给他拼命去抗的话 如果哪种只是色狼的话 他根本没有准备要杀你的 只是想欺负你的 他看见你大叫 跟哪个给他打的时候 他会怕失败被抓到 所以他会丢下你 他会赶忙走 他怕被抓 但是如果要绑架你的哪一个人 是杀人的哪一种色狼的话 你一样他把你带走 他根本没有想过让你活下去 所以你最好还是在哪边 给他使命的拼 当他跟他使命拼的时候 你不要打他的手啊身体啊 几个样子 你打他的喉咙 眼睛 下面 尽量他的身体比较脆弱的地方 你要攻击哪个地方来逃走 人体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 眼睛 鼻子 下巴 耳朵 脖子 下额 心窝 肋骨 还有男生的下当 脚背 当正面面对色狼的时候 可用掌心击打色狼的鼻梁 击打力量很大时 可以将色狼打晕 同时也可以击打色狼的胸部以下 胃部上方的位置 分门 一般女性从后面受到侵害的时候 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的胳膊被控制住了 这时可用女性的鞋跟 用力踩色狼的脚 再用头向后顶 这个时候色狼通常没有防备 第二种情况 手臂没有被控制住 首先踩色狼的脚 用力踩 当色狼由于疼痛而将注意力 转移到脚伤的时候 可以趁其不备 用手肘去击打色狼的头部 你说如果我在看病的时候 他会把我杀死怎么办 你宁可在街上面给他杀死 最少你家人知道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可以把你好好的安装 如果你让姐生人 把你带走之后呢 他欺负你之后 白斑的折磨之后 才把你弄死 倒是可能尸体都找不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叫你 遇到怎样的人呢 你要拼命地给他看 否则的话 你家人不知道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是比任何事情都痛苦的 所以要记得这一点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